如果老婆下班却发现有人对她动手动脚 那咋换个角度我跟你媳妇吃饭你乐意啊 你俩都结婚了咋这么多事呢 我吃完饭就送她回去了 不是显着你又你送啊 下雨天的送 天哪 弟弟你听到 偷早送我碗 天 我看她啥的要她啥没有我不比她强啊 问你呢看上我啥的 我看上她这个人了 听听没看上这个人 天你这条件啥样找不到你非得找她吗 下雨了我开车送你回去走 把手给我松开来松开 用你送吗 显着你呢她跟我住一起 我用你跟我回家啊 回家回家走了回家不理我 想好了可以找我 你他妈别想了啊 走走走走走走回家 别生气了好吗 我下班以后忘跟你说了 我行的直接回家来着 不是她不让你接回吗 她知道但是她总骚扰我 你别生气了 哎呀等我会儿 老公你别生气了 哎呀我不是要跟你说了吗 老公你别生气了 我没生气我生气 信你 你小公在那把房子买了 带着你 买它干啥呀 现在住的不挺好啊 哎 买个房子安稳点 毕竟是自己瘟了 买房子算以后再说吧 那也行 那点明天我妈妈把老家房买了 手工买个车 或者得买二组 买它干啥呀 不需要 再一个老家的房子不能卖 不卖它干啥呀 放老家放了就脏头了快要 老家的房子那是根 不管怎么样啊 你以后回家了 它都是个车风挡雨的地方 买车我已经卖了 卖个车 挖二组车 能让你稍微好一点对吧 不用哪天几公斤就要过理解 那在你同事面上有一碗面子不是 你别跟他计较了行不行 那这样我向你保证 以后除了工作 我再也不跟他联系的行不行 我知道你俩没事 同事之间能够啥 应该是我 我知道你咋想的 你老考虑别人干嘛呀 咱俩的生活是给自己过的 也不是给别人看的 咱俩就一起慢慢努力呗 领证的时候咋说的 先有苦后有甜吗 你怎么怕呀 你怕啥 怕我跟你离婚 不能啊 咱俩都认识二十多年了 我陪你慢慢熬呗 放心 不能 你先坐着歇会儿啊 不能告诉你 不用 少整点 要不咱俩出去整好 那也行 走 走 然后面包片一串 拿六个蛋水 六个蛋水 哎呦 来找个媳妇 媳妇问你啊 咱俩从小光被我长得大 马上又是欠慰猪啊 你说我现在要啥没啥 你为啥又跟着我呢 因为我知道你是啥样的人啊 而且也够了解你 不是 那你换个陌生人 你认识时间长 那他也能了解 不是 那好 我问你 你说现在是你时候 能这么专心 对我的 只对我好 心里永远都为我着想的人 不多了吧 嗯 那是好 而且他野花就是比假花香 男人有钱就变坏了 那你会不会呢 我不会 对啊 所以啊 我问你啊 如果说咱们的日子 变得越来越好 你还会一直陪着我吗 我会啊 那不就行了 我就陪你一起妈妈努力 来 展卡 展卡 嗯 你又完了 我都躺下了 我认识你不卸端了 哎 明天再谢 问老师家 第一眼就能够认出你 快乐 快乐 你 快乐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